夏衛魚、鄧伊玲和唐貝斯等人為網站直播活動擔任嘉賓 期間有個鬥煎蛋的環節 雞手鴨腳的芭比連蛋殼都丟到煎餅裡 事後還說自己會煮食 麵皮果然厚 另外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她有份參演周星馳那套美人魚 美人魚之後她和周星馳好像熟了 又和她吃飯、飲酒、又和她談感情事 你自己爆發的東西給人知道 那人家有沒有跟你說才行 我不敢問她 她會慢慢說流露一些東西 她會流露一些她的想法 但她就沒有對我的想法 因為以前拍戲的時候 她都會問我感情狀況 當時那個男朋友是一個荷蘭籍的 但她記錯了是法國籍 我會跟她說回當時為什麼這麼甜蜜 後來現在又散了 會說一下這些東西 問她 問她 她有沒有想問她 不是說你 她問我 她問我 我就說了自己的 我就不敢問她 她都沒有說過 她跟我聊的時候有留露一些她的愛情觀 她都不敢問她 我又不太懂得評價 有意識到 但不能夠用言語去表達 我真的不夠功力 有明白她的感觸之處 但又沒有辦法用我現在的智慧來表達出來 我真的很抱歉 各位